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女子唐立娟从新加坡返回八州八峡和家人团聚后安详离世 出席首相办公厅会议 确诊感染的官员正是总机察司达德尼克阿斯曼 雪兰俄州昨天有一名男子疑似不满摘届事级引发堵车 竟然开车驶入事级冲撞人群 结果造成五个人受伤 该名男子在干案时怀疑喝了酒 但是没有犯罪前科 目前已经遭到警方逮捕协助案件调查 雪兰俄州总警长达德尼克阿斯曼发出文告指出 该事件昨天下午四点三十五分 发生在布基斯德沙的一个斋戒月市级 嫌犯是一名三十二岁的男子 当下相信是受到酒精影响才会造成事件的发生 案发当时嫌犯的行为也被其他民众拍下 上载到社交媒体 影片中可以看见 该名男子不顾他人的劝说 并多次开着车子在原地打转 造成民众在逃跑时不小心摔倒擦伤 嫌犯在干案前曾经到警局报案 表示不满摘接月市级引发塞车 并预告打算开车撞人后 就驾驶四轮驱动车冲入市级 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 嫌犯并没有犯罪前科 目前警方一共接获五名公众的投报 包括四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所幸伤者的伤势不严重 他们在就医后已经返回自己的家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07条文 以及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2条第一款条文 对案件展开调查 同时也劝请民众 不要随意散播不确实的消息 以免引起恐慌 日前一名罹患末期卵巢癌的 大马籍女会计师唐立娟 决定终止治疗 并从新加坡返回家乡 巴珠巴侠和家人团聚 昨天她在家人的陪伴下 安详离世 早前协助安排唐立娟 处理回乡事宜的 士杜兰屈州议员曾家恩 在脸书贴文表示哀悼 并指出 她是在傍晚时分 接获唐立娟去世的消息 她在文中指出 唐立娟最终能够回到家乡 在家人陪伴下离开 想必摆脱了痛苦 没有任何遗憾 她也向死者家人致哀 希望他们能够坚强 行动党范加兰屈州议员 严碧珍在授寻时则表示 她是在昨天下午四点 接获唐立娟离世的消息 并证实了唐立娟是在家中去世 昨天傍晚首相办公厅发文告宣布 一名在二十号出席内阁会议后 部门汇报会的官员被确诊 患上新冠肺炎 因此首相单讯姆毅定和其他出席者 从昨天开始进行居家隔离十四天 而这名确诊的官员就是总机察司 达都尼克阿斯曼 首相署办公室发文告指出 首相姆毅定星期三主持内阁会议后的 首相署会议 之后一名出席会议的官员 证实感染新冠肺炎 文告说姆毅定已经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结果呈阴性反应 无论如何他从昨天下午开始必须居家隔离十四天 文告指出除了首相以外 所有出席这场会议的人士都需要进行新冠肺炎检测 及居家隔离 文告也强调 首相署所进行的一切会议都有保持社交距离 同时也严格遵守卫生指南 较后被诊断确诊的这名官员证实是总检察司 Dr Nick Asman Nick Asman在内部通告中证实自己确诊新冠肺炎 必须在医院治疗和隔离十四天 根据文告 副总检察司将站在总检察司的职位 以确保部门工作继续进行 由于我国正在积极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国家王公宣布 除了取消开斋节宴会 也会展言原定在下个月三号到十一号期间 举行的国家元首诞辰系列活动 直到另行通知 国家王公总管Dado Amafadil发文告指出 基于我国目前实施有条件型管令 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国家元首Soudan Abdullah预令展言 原定在六月三号到十一号期间 举行的诞辰庆祝活动 以保障公共安全和健康 Amafadil指出 诚如政府首席秘书Dado Sri Mouamadouki Ali 在三月四号的宣布 今年的国家元首诞辰定在六月八号 星期一列为公假 同时国家元首今年的开斋节庆祝活动 首相与内阁成员的庆祝活动也不会举行 另外其他取消的进典包括 八月十二号到十四号国家英雄日八月十九号到二十号全国伊斯兰元旦庆典 以及十月二十九号伊斯兰先知诞辰庆典 全国警察总长丹旭Abdoul Hamid在开斋节献辞中呼吁国人必须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期间 以新常态的方式庆祝开斋节 遵守政府的指示 维护健康和安全 他也祝愿所有的前线人员开斋节快乐 Abdoul Hamid相信在遏制新冠肺炎病毒的斗争中 庆祝开斋节并不会导致阻断感染链的努力受到动摇 让大家以感恩和接受当前情况的态度来庆祝开斋节 遵守政府的指示 维护彼此的健康和安全 他也说尽管有一定的限制 这并不会影响庆祝开斋节的气氛 因为大家依然可以和同一个州属的亲人相聚 在不超过二十人的情况下一起庆祝开斋节 庆祝活动可能不像往年那么热闹 大家不能随意拜访亲友 也不能进行门户开放活动 但是国人可以在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下来欢庆佳节 Abdoul Hamid也提醒民众 不要因为粗心大意而引发新的新冠肺炎感染群 对于那些因为禁止跨州指令而不能回乡的人 请将这项禁令当作一种牺牲 以免父母和家人感染病毒 他也强调所有前线的警员是国家和人民心中的英雄 他相信对抗病毒的斗争中 警方所采取的行动和汗水 将永远伴随着来自所有大马人的祈祷和希望 疫情还没有结束 他有信心马来西亚最终将赢得这场搏斗 他最后祝愿所有马来西亚人 特别是警员开斋节快乐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随伊斯马萨布里指出 目前身在国外想要返回我国的大马公民 可以向大使馆提出申请 不过伊斯马萨布里强调 政府并没有强迫他们返回我国 伊斯马萨布里指出 想要回马的国人可以透过网上填写表格的方式 向当地的大使馆提出申请 不需要亲自前往大使馆 伊斯马萨布里补充 如果没有紧急事件 身在国外的大马公民不需要回国 包括那些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 也受促逗留当地 如果他们选择回国的话 都需要进行为期14天的强制隔离 另外伊斯马萨布里提到 五级加利尔扣留营出现的新感染群 确诊病患都是在行动管制令之前 被逮捕的非法外劳 60名确诊病患已经被送往 位于雪州沙灯的农业博览馆隔离中心 卫生部为五级加利尔扣留营的 1200人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 包括了114名官员 他们的检测结果都对新冠病毒 呈阴性反应 世毛月寇留营也出现了确诊病例 目前寇留营内的1600人 也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 医生病毒检测病毒检测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校友会为抗疫出一份力 亲手制作 并且捐献一万套个人防护装备 给吉隆坡中央医院 以支援前线医护人员 最重要的原因是 同时,校友会一名志愿者表示 为了准备足够的防护装备 志愿者每天都会在校园内 从晚上9点开始制作 直到凌晨2点 以确保每天都能生产 500套防护装备 这种一情与我发现最后能移脱任性 我亭认得更多了 有更多的党 end这种执行 我们已经移转过去 我们才能移转过PKP1 而不少30人也能够随在 到今天这种执行 我们也有更多多的 他透露 在志愿者的努力下 目前 校友会一共生产了 两万六千一百一十八套 个人防护装备 并且已经捐献给 巴生谷各大医院诊所和隔离中心 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婚姻注册处 昨天通过脸书贴文宣布 正式获得社团注册局和国民登记局的书面批准 即将在六月一号开始 全面恢复婚姻注册服务 但是一样要遵守国民登记局颁布的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只允许四个人出席 以及必须佩戴口罩等等 雪龙海南会馆在脸书贴文表示 该会从五月二十八号开始 会优先处理特别个案 像是即将生产的新人 凡是受到行管令影响的新人 依然可以使用逾期表格注册 但注册日期不能超过七月三十一号 否则需要向国民登记局重新办理表格及宣示程序 落实有条件行管令期间 民众必须遵守国民登记局颁布的指南 包括需要戴上口罩 进入该会前需要测量体温 只有一对新人 南方证婚人及女方证婚人可以出席 另外咨询服务及预约注册服务 则会在六月十号才会开放 所有想要前去预约或咨询的准新人 需要在一天前拨打热线提前预约 以符合政府颁布的指南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达到林万峰建议 那些还在寻找应对新常态生活的中小型企业 山中政府提供的各项奖业和配对资助计划 将以往传统的经营模式 逐步转型为电子商务模式 以迎合数码经济时代 以及疫情之后的新消费趋势 纳豆林万峰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我国人民 与企业使用电子商务 这样的消费新趋势将成为未来的一种常态 他指出随着疫情趋缓 在后防疫时期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非必要不出门 居家工作 禁止群聚等 以成为大家的新常态生活模式 他认为也许这样的改变 会让很多中小型企业难以适应 但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大家都得接受面对疫情带来的改变与挑战 他昨日巡视大马对外发展局 申请电子贸易计划 E-Trade转型成功的商家 Magix工业雨线公司后表示 在电子平台荧幕上 在谭子间建立品牌形象 展开产品销售 并完成交易等的营销步骤 电商已经成为我国数码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 他说为了鼓励更多中小型企业数码化 政府提供的多项奖业与配对计划 包括5亿令吉的数码配对拨款计划 为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高达5000令吉的配对补助金 以进行数码化投资 如电子销售点系统 E-POS 电子工资系统和企业资源计划 新一周的燃油价格全面上涨 RUN95和RUN97每公升上涨7仙 柴油价格则是上涨6仙 财政部指出燃油价格上涨符合国际走势 因为成品油价上涨 而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开始上涨 从今天5月23号凌晨12点开始 直到5月29号 RUN95的价格从每公升1令吉31仙 上涨到1令吉30仙 RUN97的汽油价格从每公升1令吉61仙 上涨到1令吉60仙 柴油价格则是上涨6仙 到每公升1令吉45仙 全球有33万人死于冠病 累计病例达520万起 巴西取代俄罗斯成为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国家 巴基斯坦客机坠毁 目前已经寻获80具乘客遗体 这样稍后回来一起掌握海外消息 请别走开 预防新冠肺炎病毒是大家关心的事情 首先我们必须从个人卫生着手 勤洗手是办法之一 用肥皂和水清洗双手是最简单的方法 搓揉两个手掌 过后就要把手指之间的污垢洗干净 拇指也不能够被忽略哦 紧接着是洗手背 最后是洗手腕 让我们通过勤洗手的小小步骤 对抗疫情 尽一份市民的责任 快回来 全球已经有三十三万七千人死于新冠肺炎 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五百二十万起 美国依然是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而巴西取代俄罗斯成为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国家 美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一百六十万起 死亡病例则累计超过九万七千人 巴西取代俄罗斯成为确诊病例第二多的国家 巴西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三十万起 至少有两万人死亡 俄罗斯是疫情第三严重的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三十二万起 超过三万人病逝 英国则是死亡病例第二多的国家 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三万六千人 累计确诊数量全球排行第五 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还有西班牙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土耳其和伊朗 最先出现病例的国家中国 目前已经录得超过八万两千起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则是高达四千六百三十四人 巴基斯坦已驾载有上百人的客机 昨天下午发生坠机意外 目前当局已经寻获八十具乘客遗体 有关单位正在积极寻找其他乘客的下落 不过当局相信凶多吉少 大部分人已经不幸罹难 据了解 失势航班为A320客机 该航班原本计划从拉赫尔飞往卡拉奇 不料在即将降落前在机场附近的住宅区坠毁 现场随即冒出滚滚浓烟 而在严重的撞击下 客机机身已经完全损毁 当地多个房屋也因此受损 当地一名目击者透露 事故发生前 该客机曾在事发地点的上空三度盘旋 对此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发言人坦言 事故发生前 机长曾向塔台报告发生技术故障 不过 造成事故的具体因素还在调查当中 根据巴基斯坦的军机和民航记录 近年来 当地的飞机与直升机 屡屡发生事故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曾在2016年发生空难 客机在飞行时 引擎发生故障 因而坠毁 机上了48人 全数罹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分析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11月的选举中遭遇惨败 稍后回来有详细报道 请别走开 为了对抗新冠肺炎病毒和应对经济危机 政府拟定了六大策略 通过行动管制令来遏制新冠肺炎病毒进一步扩散 通过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套 提升人民收入与经济 有秩序的重振经济 落实复兴经济策略 以应对新常态 全面强化经济保障未来 重组经济结构 迈向生活新常态的年代 欢迎回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制定香港版本的国家安全法之后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发文告表态支持 并指出香港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并认为这不会影响司法机关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同时香港新岛日报报道 针对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香港国安法的决定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 英国 加拿大和澳洲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 对中国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深表关注 并指中方破坏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 欧盟呼吁中国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并且表示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英国外相蓝韬文 加拿大外长商鹏飞及澳洲外长佩恩 5月22号发表联合声明 对中国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深表关注 声明表示 中英联合声明指出 香港享有高度自治 并规定香港的法律保障 包括人生集会 结社及新闻等在内的权力及自由 但中国制定有关法律时 没有让香港民众 立法机关及司法机构直接参与 明显破坏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的原则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发表声明指出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维持稳定及繁荣 符合欧盟重大利益 中国按照基本法以及对国际的承诺 让香港拥有高度自治至关重要 伯雷利警告 欧盟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并声称 欧盟认为以民主方式辩论 咨询主要各方意见 以及尊重香港受保障的权力及自由 是推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的最佳途径 英国经济分析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 进行的一项分析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11月的选举中遭遇惨败 英国耶鲁大学研究组制作的选举模型显示 在11月举行的美国大选中 特朗普的得票率预料将是35.2% 败给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 拜登有望获得64.8%的支持 不过分析指出 如果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有所趋缓 特朗普仍有希望连任 而根据CNN认为 对此次分析产生关键影响的因素是 新冠病毒和经济萧条 去年牛津经济研究院曾预测 特朗普将以55%的得票率成功延任 当时的分析认为 美国的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 稳定的人均收入将对特朗普的参选 产生积极影响 他有望以5%的得票优势 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但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 情况发生了改变 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从2月份的3.5% 飙升到4月份的15% 该机构预测美国人均收入将减少6% 尽管特朗普政府希望尽快解除封锁 并希望经济出现非字型反弹 但专家预测 经济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 该机构还预测在争取 各州选举人团的竞争中 特朗普也将以210比328票败给对手 2016年大选时 支持特朗普的摇摆州 在2020年将改变民意 牛津经济研究院宣称 经济问题将令特朗普备受折磨 如果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 有所趋缓 特朗普才有望连任 歌手刘德华 成龙 周华健和刘欢 携手献唱抗议公益歌曲 在《难说再见》 向医疗人员致谢 感谢他们勇于用自己的生命守护患者 新闻的尾声一起听听 我是刘仁业 感谢您收看这节华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说再见》 我看这个挺难的 但是我们国家都扛过去 北韩人民设得很英雄 《难说再见》 我很谢谢我妈给你的老婆 你妈的别小可爱的 我爱你们 我希望我们《难说再见》 我们女人的生命守抗论 永远不忘转世瞬间 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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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再向前